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蝌蚪找妈妈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大大的脑袋 黑灰色的身子 甩着长长的尾巴 快活的游来游去 小蝌蚪游啊游 过了几天 长出了两条后腿 他们看见鲤鱼妈妈 在教小鲤鱼捕食 就迎上去 问 鲤鱼阿姨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鲤鱼妈妈说 你们的妈妈四条腿 宽嘴巴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小蝌蚪游啊游 过了几天 长出了两条前腿 他们看见一只乌龟 摆动着四条腿 在水里游 连忙追上去 叫着 妈妈妈妈 乌龟笑着说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头顶上 有两只大眼睛 披着绿衣裳 你们到那边去找吧 小蝌蚪游啊游 过了几天 尾巴变短了 他们游到荷花旁边 看见荷叶上 蹲着一只大青蛙 披着碧绿的衣裳 露着雪白的肚皮 鼓着一对大眼睛 小蝌蚪游过去 叫着 妈妈 妈妈 青蛙妈妈低头一看 笑着说 好孩子 你们已经长成青蛙了 快跳上来吧 他们后腿一蹬 向前一跳 蹦到了荷叶上 不知什么时候 小青蛙的尾巴 已经不见了 他们跟着妈妈 天天去捉害虫 这一步 20秒ропů 居